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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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如果你是全家大小 然後呢 你又想去很多地方 那帶著你的行李會很不方便的時候呢 就會建議大家所謂的參團 那如果你是一个人或者是你跟你的朋友 那你们很喜欢冒险 你们喜欢去一些探索未知的地方 那就会建议你自由行 那如果说你很犹豫 你不知道到底是要跟团还是要自由行 其实还有一个方法 我们有所谓的半自由的行程 可以让你有几天的跟团的时间 那中间也有放空一两天的自由行的时间 那或许也是会是你最好的选择 一般我们都会推荐去民动的 中国大使馆旁边 因为那边有非常多的换钱所汇率 你可以自己选择 韩国其实已经是接近一个无纸币的国家 所以基本上信用卡在每个地方都能通行 而且汇率用美金计算 会比所有的店家换的钱都好 所以建议你带着卡片也是OK的 因为每个人都喜欢自己是很漂亮的 到韩国去拍摄照片是只有韩国独有 其他国家也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特别的体验 因为韩国是一个爱美的民族 他们喜欢给人家一个很好的第一印象 所以呢去拍这个证件照 我觉得大部分都是拿来做面试的用途 你的面试的这个照片 如果给人家的感觉是不错的 可能会增加你录取的机会 当然这种证件照 它可能有时候不适合用在所谓的 身份证啦或者是护照上面 毕竟它会比较美化你的整个样子 韩国的冬天非常冷 尤其是首尔靠近北方 那韩国人在这个保暖的用品上面 非常的讲究 像棉被的话 司法还有他们的保暖程度都非常的好 所以很多人到韩国去就会想要买棉被 像韩国的比如说在首尔的话 你可能是广丈市场 或者是东大门是你最好的选择 首尔的年轻人最喜欢去的就是宏大 宏大这边有很多的明星开的咖啡厅跟餐厅 所有首尔最硬的餐厅都在这边先做这个试卖 而且晚上的时候会有很多韩国的年轻人表演 街头文化 从这边其实培养充满多明星的 所以我蛮推荐去宏大走一遭的 现在的风气来讲的话 除了江南高速八十站的地下 因为那边结合了百货 还有地下街的一个形式 它的范围非常非常的大 不管你要买什么东西 那边可能会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当然可以连接到江南的所谓的行杀站 在行杀站那边有一个行杀洞灵灵大造 那个地方除了各式各样的你想得到的东西之外呢 还有一个最特别的特色 非常多演艺人的studio在那个地方 所以呢你在那边逛街的时候 或许转角会遇到你喜欢的明星哦 喜欢看韩剧的迷妹们都知道 韩国剧最多的剧情就是穿越 穿越里面都会有宫廷的意象 所以我建议大家一定要到景福宫去 而且你要真正的穿上韩服 在里面走一遭 体验当一个古代韩国人的感觉 我们收的最有名的就是所谓的拉肠年糕 这是不得不提的一个东西 因为这是韩国人饮食文化的一个部分 还有像这几年流行的麻药饭卷 常常这两个人呢是我们韩国人的一个 可以算是点心也可以算是主食的一道料理 这个是非常值得推荐给大家的 我会推荐给你我们的北越山的八角亭 它可以近距离的欣赏到所谓首尾式夜景的美 让你可以感受到比南山更好的一个景观 你一定要去汉江搭一次游船 你可以看着黄昏的汉江 看着江南跟江北的风景 而且船上有时候会有面包秀 这种厨师秀 让你感觉到韩国夜晚是多么的美丽 而且它会经过一个桥叫做盘埔大桥 上面有LED灯光秀 非常特别的一个地方 我最推荐的是宏大的夜店 因为宏大其实很多年轻人在那边聚集 晚上在这个夜店可以听到最新的韩国歌曲 然后跟着韩国人一起享受夜晚的卖动 非常特别的地方 在江北我会比较推荐大家去离开院 因为呢韩国有一个很特殊的文化 就是它的夜店有年龄的限制 但是呢在这个地方 它没有任何年龄的限制 也没有任何国籍的限制 它是一个非常具有异国风情的地方 在所有的街头 你可能只能看得到所谓韩式料理居多 可是在这个地方 你可以看到非常多的异国料理 体验了非常多的不同的异国风情 美 因为这个地方崇尚美 不管是自然的 后天的 只要美的地方 都可以在首尔出现 首尔是一个综合时尚 还有古代艺术的一个地方 值得去玩味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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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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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